今天摆了一个食物鸡的大公鸡 准备做一个水利鸡甲 没见过小伙伴继续往下看 我们先把这个鸡甲给它处理一半手 鸡甲提成这个样子味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鸡肉我们还可以做个白斩鸡 先把这个鸡甲给它压一半手 现在给它腌一半手 姜拿一半手 洋葱拿一半手 香米椒拿一半手 黄酒拿一半手 米子腌料拿一半手 葱拿一半手 把这个调料给它摸银 腌制半天 八十一半 鸡腌得差不多了 我们先把油杆烧起来 这个就是我们水利炸鸡的秘密佐料 烟了一鸡 我们把它撒上这个秘密佐料 下面水里面 这个沙的让它蒸均匀 锅了一层子 然后马上放到水里面 把它往里面 拿出来拿出来 鸡脚蘸掉 别别像水鸡 下锅开炸 今天这个你看炸的比锅还费 差不多 吃锅 今天拿了一坨炭 你看 去黑 不晓得味道咋样 在哪里人 我们拿个白蘸鸡 现在把料干淋一半手 顺利炸鸡煮成功了 看着有点黑 但是温情还是多么香的 这一分钟 不然弄一口 我还可以理人 炸水板 白蘸鸡来一半手 学鱼老师的方法煮的白蘸鸡 味道果然不一样 味道相当不错 关键他人 我做一个技术的 小伯伯一定要拿这种锅 实用的方法来炸 这个不是工地上的生意 小伯伯鸡老了 小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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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伯